上回书 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 说了点他和郭文贵那些眉来眼去 礼尚往来狗狗盈盈的事 老郭 如果看了这些 你可别生气呀 你们那些事 那可都是你的穿越太平洋表示感谢的恩人 马部长讲的 他可讲了很多呢 下边就是他对你人品的点评 郭文贵文化层次不高 言谈举止上呢 经常也会错用成语啊 词不达意啊 写作能力也相对较低 他的内心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 但又极必掩饰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他对公司的经营理念 比较混乱 他的发家只是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 机遇而已 第三呢 郭文贵追求享乐奢命的生活 从他购买私人飞机 并对这个飞机进行豪华的装修 他也很注重了自身的仪表 这些方面来看 实际上呢 他也是在图目虚荣 第四呢 郭文贵从商人本质上讲 是很自私 很足利的人 也没有道德底线 他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 损害别人的利益 甚至包括朋友 从他同 肖建华 车锋啊 李友啊 这些合作的市场都能看出来 但是呢 对郭文贵有帮助的人员 比如对我 他都是言听计从 并且可以为我呢 挥金如土 给人感觉他很有亲和力 很讲义气 第五呢 我感觉郭文贵呢 比较阴险狡诈 他在跟一些领导干部的接触中 不惜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抓住领导干部的把柄 比如安排色情服务 和安插眼线等方式 并利用这些把柄 迫使这些领导干部呢 为他服务 如果行不通的话 郭文贵就挥金如土 动用金钱 以我为例子呢 郭文贵呢 曾经呢 就试图呢 给我安排色情服务 被我言辞拒绝 从此呢 郭文贵就对我 开展金钱共识 对我呢 汇烬如土 激励讨好 讨好我 迎合我 又比如对张月 郭文贵对他呢 开口就骂 张月呢 总是对他呢 唯唯懦懦 因为郭文贵的文化素质不高 不自信 那么跟他接触的时候呢 不要处处去迎合他 否则呢 他会得寸矜持 必须要有给他压力 才能获得主动 必须给他画出一些底线 因为如果不画出底线 他就没有底线 话说这个老郭 郭文贵的朋友 还是蛮多的 虽然有人评点说 他只有新朋友 没有老朋友 怎么说呢 貌似也对 因为他的老朋友啊 大都进了监狱 或者看守所 不知道老郭 还认可不认可 我在这点几个 比如马剑 王友杰 张月 李友 曲龙 太多了 老郭啊 不知道新进去的保监会主席 向俊波 是你朋友不 下边 一个昔日的老朋友 也来点评一下你 他就是原河南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 王友杰 江湖可传说 他和你有着过命的交情 他执政的时候 你的郁达国贸 就在他的地盘上 他的儿子王凯 和他受贿的香港账户密码 通通交给你 最后怎么样呢 你这个战神 矛头一转 把他受贿的账户 往中纪委一交 王友杰就完蛋了 当时的信任 说实话 一个就是 刚才我说的 他只不过有资金使命 再一个有人缘的交往 人缘的交往 另外他的 包括吹血 后来证明都是假的 怎么吹血 没有吹血和 关系 那时候我老兄 这个 对他可以无话不讲 什么 这些方面的 对我神通广大 当时的 来郑州 住在他那儿 他给我讲 对他看得像 像对儿子一样 很亲切 很什么 所以 所以 所以整体 我的看法 一个有 有 有 有些能力 特别 私后看 这中间 坑蒙拐篇 这个 这个说话 毫无知能 他可以 这个不在手段地用 他想达到的目的 来来来来 做一些事情 就是有没有那种 就是很高级的领导 真的是工贵 就把他请过来 给你做大块吃饭 就是听他说说而已 那也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想想 属于 到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个级别里边就没有 一个 一个 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就是个 空话 他有时候也说 需要的话 找谁过来 陪陪什么 我说 能找来 给领导同志吃饭 也行 他找不来 他也 他就是说一说 这正是我对人 交往中 一个缺陷 常说 这个 叫做 防任之心 不刻无 我确实 这方面 我认为 跟人交往 应该忠诚 既然交往了 这个 完了就 防任之心 所以刚才我不是讲了个 怎么看人 怎么择油 我在这方面很大的问题 确信 都取了人家忠诚的一面 好的一面 都看人 大家交往嘛 看人都挺好的 人家另外的一面 是瞎子 看不到 如果有一天光归着跟你面对面地坐着 你觉得你最想新品气魂的 给他说点话的时候 你也想 无言一对 所以总体 从人格来讲 没有诚信可言 就是说 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和发展 连财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 玩这个一些 包括领导干部 与鼓掌之间 老郭啊 看来王友杰 这个你昔日的老朋友 对你的评价 可是不咋地呀 一句话说 就是满嘴跑火车 还有一句 就是他自认为 结交你是眼瞎了 话说 河南郑州 那可是郭文贵的发家福地 他也自我表扬 二十岁多点 就在郑州 建了地标性建筑 玉大国貌 那傲娇的感觉 简直是杠杠的 我郁达国贸 我是一九九一年 我文贵才二十岁的小伙子 我等他花了三亿多美元 竖起了到今天为止最高的楼 而且郁达国贸 现在我养的千名员工 郁达国贸起来后 作为地标 那简直是达官贵人 富商巨股 云集之地 原来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 石发量 也谦逊 低调的成人 去过其次 和郭文贵有过交往 他又是怎样评价老郭的呢 我也听见他变过瞎话 而且我也害得过 很多人的时候都脱脑子出汗 你举个例子 这是笑话 但是这个就没有 到时候就像现在 往上一下 一弄弄 大家都不好做人 他有一次给我讲 他说老师 你这个意思就应该向他靠近 你看郭文贵 这个对我不错 对我很支持 我带着郭文贵去 家里 亲自给他说苹果 他说出来 出来再有点山不渣 反正他那个瞎话 把别人瞎话 你随口都可以来 不能听出来 后来又一次 什么事 我见过郭文贵 他记得不记得 我就不知道了 我见过他 我问过他 我说听说 我带你去见过 这位孟贵 他说胡财蛋 那根本都不可能 你俩就是学得知道 郭文贵是假话 为什么那么多人 还相信他们 我刚才不跟你说 就是他的佳话 就给人一种深迷的感觉 他的背后 好像又很深的背景 你不信 但是你又觉得 他说了 不说了空穴来风 就觉得他凭空不回 走这么快 就像我说 玉大他都没经营好 北京这么又能盖着大楼 至少是有人给他钱 至少有领导标态绑他 另外能看见神威 绅士的主要领导 还有一些父子 经常不断地在他们 他没有手法 没有这些能量 这么把这些领导都清了 都配了 甚至连他母亲的 着手生意 都有领导去主持 去磕头 在老百姓心意儿子 就是个神秘的任务 听他说瞎话的人 不是很多 知道他说瞎话的人 比较普遍 我听他说过瞎话 而且不止一次 我是因为后来 通过 比方他说你 我后来想不让他找到你 你对不是这个事 我才警惕了才知道他说瞎话 不是所有人都去海队 有了他也海队不了 他跟郑州公开来 给那个服务员说 老婆都去他家也都用 咋可能呢 像这种瞎话他也敢扁 老婆上哪儿又不要用 泡能家游 能家游只用三百米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人 不敢想想 就这台干说 老郭啊 虽然你发家在郑州 但郑州的官员 似乎对你的评价 还真不咋地 或许因为他们都是坏人 贪官吧 话说 在明镜的访谈中 郭文贵对自己公司的员工 表现出来的那份关切之情 那可是相当的动人 不知道他公司的员工 对他的评价又如何呢 各位看官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与之后事如何 下集 马上就来